天津期间这个人流啊确实非常的密集 然后呢就会导致啊现在的这个相关的新冠疫情的这种防治啊 可以说陷入了一个极大的困境 那么尤其是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就更加的困难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明眼当局啊可以说日渐放松的这么一种防疫措施啊 就会导致啊它变成岛内防疫的最大的一个黑洞 但是呢明眼当局啊一直以来啊 它在相关的这种防疫数字上 它有相当多的这种伎俩如何去释放相关的讯息 如何来通通报相关的案例啊 它都是里面有各种统计学上的这种魔术的 这它主要的就是为了降低这个疫情防控不利啊 对于它执政的这么一种影响 那么现在明眼当局的如意算盘就是啊 如果它长期的严格的执行相关的防疫措施呢 可能啊是岛内民众啊要承受很大的代价 反过来怨气啊会指向明眼当局 那么它就放任民众的自留 接下来哪怕是出事情 它完全可以指责啊 岛内的民众啊是不自律的 而明眼当局啊 事实上也是做过了相关的这种政治精算的 它事实上是在牺牲相一定程度的这种防疫 来成全实现所谓的这种岛内的经济的放开放活 然后来获得相关的这种执政的数字 是可以在来地下 收尔市里的信用 因为这个象装差